你看我本来是想逃离北商光那一卷 结果还是面不了甲板 最近山海行政的热播 我们也看到了90年代西北扶贫 是一项多么伟大而艰巨的工程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位top2高校毕业 选择去虚伪农村住村的年轻村官 让他来讲述2020年农村的故事 你好 欢迎来到不普通人的实路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小元 你好 你好 话说你平常都是有普通话办公 还是会用当地的方言 方言多一点吧 那咱们不如用方言交流吧 更添加你平时工作一点 你具体是做什么的 那在西北一个铺同村庄里 走拱物园 哇 听起来很像山海晴里的情节 没有没有 山海晴我看了 主要讲的是90年代紧正扶贫 现在你看这20年都过去了 条件已经进步很多了 自少颠都捅了 村里挖 夜都优学商了 现在恶的工作 总是解决党家农村的问题 给村民们修个厕所 和顶子户 兜资兜用啊 防村制书 写个报告撒 撒都干 Top2硕士毕业 我猜你能拿得很好的offer吧 为什么选择去村里做基层工作呢 比念后 确实拿了不少offer 七册 金融 报线 互联网 收集大厂 还有家 金融行业的氧气 我给出的条件 是年薪重爆30万甲 还带北京虎扣 哇哦 那条件已经非常好了 啊 确实 当恶大学 在互联网大厂里实习经历 让恶队那种 KPI 爱神死仙之多 又了PTSD了 临比你有森了场大兵 确实莫发参与北上逛 内眷了 而且 内眷还是个种儿少年 是真的会把 为天地理性 为森明黎明 当成作用名的那种 都觉得 还是换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师是吗 所以你现在不用加班了 按理说 上班是早上9点到12点 下午是亮点到6点 但忙起来 谁按这个来啊 同小都又过 你看我本来 是想逃离北上光内眷 结果 还是面不了甲板 扫的 我几个铃花啊 喂 是 对 好嘞 这个文件啊 你明早上来改长都行 我在办公室 好嘞 再见 你看 就像现在 其实已经是加班时间了 但改租的事情 还是要租 对不对 那方便问一下薪水嘛 是不是还要保密来着 这都公开透明 那现在一个月到售 私钱多 年底还有一些将近 哦 虽然村里现在吃完面 也要十块了 但我觉得够花了 那你会想念大城市的生活吗 尤其是同学大都留在一线城市 朋友圈中发现一些灯红酒绿的内容 这个 真没用 过去几年啊 我也常上北上逛出菜 说实话 我对北京 已经有强烈的摸森干了 人多 彻多 人们走路我速度的快得横 我这个繁华的上场 对我实在木杀吸引力了 我现在更喜欢在农村待着 我像占了钱 在农村 煮块宅几地 盖个房 多舒服 我说你周围的同事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同事啊 大多都是村委会 街道班的奔迪干部 跟他们公司那最大的感受 就是搞瘦灾民间 讲证 如果又一天 恶赌博的话 村干部会送个恨中央的严九堆箱 比如 那么村直说 之前是瞎害锦上的 车牌都卖的贼窍的 现在锦牌吸收了 回来做村直说 那天忙得鸡飞勾挑 走赚那点钱 还老不下个好名声 哦怎么说 这里大部分村干部啊 都是兔森兔账的笨地人 甚至他们正格村 都是一哥心 谁是谁大舅 谁是谁笑鼓 崭琴呆鼓起来 有很多 涉及了一一九粉的工作 就没法占开粗 退场 他不是我大舅的 是我小舅的 就像飞肖筒 在想吐种国里提出的 插须格局一样 这里啊 以滴缘和血缘 组成的社会网络 你头一颗十字进去 会像睡波一样 一圈一圈 窜身连移 能在这样的环境里 做几层工作的 兜死能人啊 万里作为一个外来者 工作会好做一些吗 没有啊 真得租了几层工作 一会发现 电视剧里验的 很多都是家的 什么和详情 套套行我子 松松苹果 喝顿旧 总能 历见彼此了 现实情况 更笨不思先啊 村里大部分都操人 但总是有人 光死了 好公家的钱 看他个书 不惯大叔笑书 给他赔两千 要知道 一亩玉米滴 租一年才三百啊 那么租几层的 就得磨泼醉皮子 跟他说 同小都是这么来的 果然天下 没有容易的工作啊 比如我啊 怎么暗示 明示点赞投币 都没结果 有时候 还会恨绝望 你心思热点 但村民不令情 就拿乎策盖造 这件事来说 你们生活在城里 可能不知道 农村的憨测 有时候 都是在甲门口 和鹿种间的兔刀刀 挖了个啃 伤完彩塑 就用兔埋起来 稍微搞急地 就用个痛 或者用袜片打一哈 告个胁迫 能闯睡 但是啊 这些分鞭 没有经过处理 就会寻人 藏瘾一卧一卧的死 恨不利于公公为死 然后那么做给村里搞 呼车盖造 骂筒盖肯 你自己炫 但村民都是不愿意搞 觉得 把扯说用园子歪 挪到甲列 麻烦死了 而且用了一杯子憨测 长就长呗 那么做只能 一家一家租公租 结果 经常门都不着急 可能咋办呢 还得拎着头皮租不是 那从你生活这些年 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 应该 就是努力告了告 农村教育吧 那 搞靠的文科庄园啊 比第二名 多了一倍多分 才靠上浩大学 笑 你会发现 现在农村的校围啊 像靠搞靠楚头 越来越难啊 恶来这个村以后 鼠立了这个村 忘记了搞靠情况 别说旧把物了 而摇摇的木槿哥 恶走利用肘磨时间 给村里的学生 降科 教学习方法 这么纵解体型 这么揍鼻肌 还有隔渴 应该重点拱惑那里 听起来孩子们 应该进步还挺快的吧 犯向确实还可以 但你也知道 农村教育问题啊 那能考几次 假放降科 做改编的 像幼的假账 虽然恨忠实孩子教育 但和卑商逛那些 寝卑伯侯的 高纸把马比起来 忠实 对忠实 又今儿抹出事嘛 挖考不好 走指挥骂人 甚至伤收大 哎 亲起来了 也只能关毒几趟 说什么 哇 你把马绑不上你 只能靠自己努力 恨多农村挖 心里哑里一搭 就肚气 不学了 觉得出气大够酸凉 哎 做相是十年前零恶 那是靠自己熬过来的 但现在 那希望 他们自少能靠靠恶 那能绑一殿 撕一殿吧 你真的在做 有意义的事 你觉得做村官这几年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可能 总是对以前学到的 社会学知识 参生了巨大的怀疑 比如 社会学经常要告 匹潘支泥 但基层工作 你靠匹潘和支泥 解决问题 那 和你有矛盾的村民 就立刻陪着卢影 说公务员 帅链子了 对群众 隐扬乖气了 所以 整整的几层知晦 不思理论 模型 都能概括出来的 而是要和一个个 活生生的人 实打实地 搅心搅流 甚至啊 都知都用才行啊 好的 那你会建议什么样的大学生 选择做村官呢 怎么说呢 如果 你是为了党管来的 那 你会很通酷 如果你是为了专钱来的 那你可能 很快进简语 往往是可能 没有什么天赋 也没有什么 太大激情和拱离心 但以直 恨无实 底头足失点 会揍得很远 不要想太多 结果啊 范儿会超过你的预料 那可不是 再说个字机啊 听完村官小园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三十年过去了 农村的基层工作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不变的是 总有人燃烧着 自己年轻的岁月 最后大家记得 给我们点赞 投币加收藏 你们的支持 真的对我很重要